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老公的刘凯威却没有准时送祝福 你这搞事情啊 为了避免婚变传闻愈演愈烈 刘凯威工作室更是先发制人的回应了 某位微博长期长草的老干部半夜登陆 惊奇发现自己没绑过手机号 他到明天客服上班解决手机绑定问题之前 都只能囤着一条祝福微博发布出来 居然还有这种操作 微博长草的表述就让人很不解呀 明明八月底不还在发微博吗 节由回想起曾经的夜光剧本 刘凯威对于自己迟来的回应也是同样的套路 刚从信号很差的片场回来 看到这么不靠谱的事情实在太可笑了 还未等舆论发酵起来 终于解决微博问题的刘凯威 也终于发出了微博祝福 不过你蜜姐这回可能也觉得有点可笑 不仅悄悄话懒得说 就连字也懒得打 葬个小欣欣 怎么看这么别扭啊 别闹 你瞎说 不过解决的更别扭的还是刘凯威的配图 去年发的是小糯米的话 今年又是同样招数 要解说呀 加上你俩的合照秀协恩爱 也不是啥门事吗 这样还能有力打脸昏变传闻 简直是一举两得呀 不过这也就是想想 毕竟你蜜姐有自己的方式啊 我们有我们的方式 为什么要告诉大家 音乐听出了一次尴尬 但是大家往前仔细翻翻就会发现 杨幂刘凯威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公开着急 更别说合照了 就连好不容易看见的同框 不是送小糯米上学 就是陪小糯米逛街 而且每次都能被碰巧拍到 果然女儿才是破除复合的最佳挡箭牌 哪里需要哪里搬呢 别闹 你瞎说 算了算了 反正作为热搜女王 你密节也不care 秀恩爱这种事情 更何况还有微博上 那么多精彩的生日祝福转发 就算在台上没啥可聊的 生日当天肯定要发个亲密合影 表达友谊成亲啊 你看杨幂本人不也亲自为这样的友谊定性啊 塑料姐妹花 微笑 爱你能哦 微笑 这样的年度生日小剧场 总算是过去了 至于明年还能有啥新花样 姐就只能拭目以待了 银路 布司 哎 你 Gut